凌晨十分男子走到巷弄里 越来越靠近一旁的车辆 眼看他弯下腰 突然间就冒出火光 正是三点三十七分 北投吉利街烧毁杂物 还有民众车辆 没多久五点二十六分 人走到西安街 同样也是点火烧杂物 但犯案过程都被监视器拍了下来 一共六个地点 警方调查发现 纵火犯甚至是创到别人的住家楼顶 而警方调查发现 这名随机纵火的嫌犯 不只是在一楼 甚至是跑到别人的住家 一路到了顶楼 像是这一处自强街的民宅 顶楼的佛堂呢 都是被放火烧得一片焦黑 顶楼天花板被熏得焦黑 佛堂内家具复制一具 火调人员到场见识 发现有多处的起火点 依次嫌犯乱放火导致 还好没有住户受伤 但是回想起火灾当时惊魂未定 我不晓得楼下在烧 我们走到楼梯间 哎呦 烟瓶放上来 怎么会这样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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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 平常只是邻居都很好啊 住户说平时也没汉人结怨 实在不懂 为何有人会随机闯进家里纵火 他可能是有使用家用工具 停留到某处之后 用步行的方式在家内 涉嫌这六起的纵犯案件 沿路步行放火 警方锁定这名流行男子 今年才二十二岁 有毁损前科 曾经随机砸车背带 但这回竟然是带着打火机 涉嫌助燃物 沿街放火 要是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恐怕后果难以挽回 记者谢文翔旅警台北报道